接下來全球地震時間 我們將視訊連線給台價政治系的教授 左振東 左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左教授我們剛剛看到 其實金語正在這次又扮黑臉了 而且點名了他對美韓軍也是滿不滿的 但是其實同時間美方也是放出消息說 在2月的時候他們聯繫過北韓政府 但是被已讀不回 雖然其實在Joe Biden剛上來的時候 他其實刻意的來擱置北韓議題了 但現在北韓又把這個聲量再吵起來 是刻意的想要爭取美國的關注 希望再回到談判桌上嗎 的確是這樣子的 因為現在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來說 正是非常關鍵的政策評估的階段 所以不管是南韓或者是北韓 都希望在這個時候影響美國 對於未來北韓的一個政策 那其實不只是金語正 最近這個南韓的國會議員李洛淵 也被認為是下一屆南韓總統的一個熱門人選 他也在受訪的時候表示 希望美國重視北韓的問題 能夠在優先推動北韓的這個非核化 那這個當然都反映出來就是雙方希望這個美國能夠在北韓問題上 再繼續向前推進 那當然這也反映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在這個美國在北韓問題有沒有可能向前推進 他要怎麼推進 那這個其實在美國對於北韓的問題上其實一直是有一個困境 就是要不要承認北韓擁有這個核武的這件事情 要不要給他這個核武國家這個地位 那當然現在這個核武國家的地位是根據1974年的 防治核子擴散條約去規定只有5個核武國家 但是對於其他的擁有核武的國家 其實美國有些國家 美國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那麼還是可以跟台灣維持正常的邦交關係 所以現在的對美國的問題就是說 他要不要承認北韓擁有核武這件事情 那如果不承認 當然美國跟這個北韓之間的這個接觸就很難開展 但是如果要承認 那麼是不是就鼓勵了其他國家學習北韓 自己研發核武 那破壞現在的這個全球權力的這個均衡 所以這個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在北韓問題上 始終難有進展 左老師我想要再請教一下說 其實當然我們知道其實在川普時代的時候 北韓跟美國的關係的確讓他會覺得說 好像特別的靠近 而且似乎情節也都是蠻戲劇化了 那你認為說其實現在拜登政府上台了 他的作風跟川普會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相信拜登會更重視政策的有效性 這也是拜登一直強調的 我認為川普時代跟北韓的這些互動 其實表演的成分是比較高的 其實北韓是需要這個表演 川普也需要這個表演 因為北韓希望美國跟美國通過跟美國的互動 來穩固他的政權的合法性 而川普當然是希望在外交戰場上展現他的能力 但是對於拜登來說他可能更關注於這個政策是不是真的 能夠有效的穩定朝鮮半島的局勢 是不是真的能夠讓美國的盟友 特別是日本跟韓國放心 所以說我認為拜登會採取一個不一樣的策略 特別是能不能實質上去讓北韓的核武計畫能夠規模下降 甚至是能夠接受國際的監督 我想這個應該是才是美國一個長期的政策目標 好那我們再來關注到英國 其實英國在脫歐之後要怎麼樣重回國際舞台 其實現在看起來比較明朗了 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是把目標放在印太地區 打算要部署航空母艦的艦隊 也預告說他會在4月份的時候訪問印度 他說了就是冷戰結束以來 對英國外交國防政策最大的一次重新評估 所以我們就想要持續來請教佐老師的事 其實在之前已經曝光說 英國就要派航空母艦到南海去航行 不過他也說其實不會針對任何國家的海域來做一些干涉 而且印太地區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包括美國啦中國大陸其實都已經積極佈局了 現在英國在加入的盤算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想英國當然還是希望能夠提升他在全球的存在感 那這個當然也會對於他在經貿也好 或在全球其他地方的參與都會是一個助力 畢竟他的這個軍事力量還是他很重要的一個外交工具 那我們注意到其實英國不是最近 其實在兩年以前2019年2月就已經派過他的這個航空母艦 伊麗莎白號來到了南海 那在2019年已降了 其實英國派遣他的這個軍艦包括這個航空母艦來到南海 其實已經有好幾次了 那麼所以這一次當然他要把他放在他的一個正式的文書 正式的一個報告上去釐清去說明去把他當作是他一個正式的政策 當然還是有非常高的意義啦 但我想另外一方面我們除了看到英國這幾年來的作為之外 我覺得我們也不能忽視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英國來到亞洲地區 來到南海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那這裡頭其實有幾種可能性 第一個當然就是基於北約成員國的身份 那麼跟美國一起合作 我們過去也看到英國跟美國在南海這個地方 有一些軍事上的合作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我想一般人比較沒有注意到 就是說其實英國在這個南海地區 它有一個所謂的五國防衛的這個安排 五國防衛的這個協定 那這個五國防衛的這個安排 它事實上是英國跟新加坡 馬來西亞 澳洲跟紐西蘭 五個國家的一個國防的合作的這個協定 那這個國防合作的這個協定呢 事實上是給予英國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角色在這裡 可以跟這些國家這些成員國 在這個地區進行軍事上的合作 如果這些成員國受到威脅 這些英國也可以有一個合理的理由來 採取軍事情動 所以我想這裡頭在五國這個聯防的這個機制裡頭 就有兩個國家 其實就有一個國家是南海的深所國 那是馬來西亞 但是事實上除了這五國之外呢 連文萊也跟這個五國聯防的國家呢 有一些比較私下的一些這個防衛事務的諮商 所以說其實基於這個機制呢 其實英國要參與這個南海的事務 他是有一個角色的 所以等於說他其實也算是師出有名啦 但是我想要再請教教授的事說喔 其實我們過去講英國他是個日不落帝國 但等於說他現在重回遠東地區 其實有一種復古的感覺 而且Boris Johnson他出訪第一個國家挑的是印度 而印度我們知道其實跟中國的關係 在過去其實有一陣子是比較緊張的 是不是其實也代表他有聯美至終的意味在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西方國家 跟這個中國大陸之間的一個競賽 這個是一個全面性的 而且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大概會是國際政治的一個主軸 但是我想英國跟印度之間 大概會的這個關係可能更加的複雜一些 因為印度過去以來他的這個軍事關係 主要他的主要合作夥伴是俄羅斯 那英國跟美國跟俄羅斯的關係是沒有那麼好的 特別是美國跟俄羅斯關係是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說英國要跟印度來合作 共同來如果你不管用圍堵也好或是對抗中國大陸 我覺得這樣子的想法太過簡單 我倒會把它看作是英國希望擴展他在亞洲的存在跟參與 印度因為他的歷史淵源 所以成為英國非常好的一個平台 那如果英國是想要擴張他的 不論是錢就是在經濟的部分或是權在整個國際舞台上的權力方面來說好了 就是教授你認為說其實英國是比較想要達成哪個效果 還是其實他的意味是因為在英國本身在一個脫歐的狀況之下 其實國內經濟恐怕也都會受到非常挑戰 你認為是波利斯中森其實是真的希望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地位 還是說他其實也是另外一種轉移焦點的方式 對我倒問你認為是他是要解決國內的問題應該還是最重要的 畢竟在疫情的影響之下各國的最優先的政策考量都是在解決國內的問題 我想英國也不例外 了解那我們再來看到其實是在美國紓困案的過關之後呢 這個拜登其實一如各界的預期要打算大幅的加稅 要填補他長期經濟計畫的部分開支 這也是美國政府在1993年以來首次提出的大幅加稅政策 這筆錢會用在投資基礎建設上面 還有季後變遷以及用來資助一些低收戶的人士 其實現在包括我們在之前討論到的紓困案 其實在通過之後很多人會有些聲浪 比如說擔心通膨的問題甚至舉債問題 基本上其實各界也都是非常關注的 不過看起來其實Jobandon早就有定件 他要先紓困之後就要加稅了 這一次其實讓很多的華爾街企業家非常擔心的 那這一次的加稅可能會對美國經濟造成什麼影響呢教授 我覺得這個其實在美國這個經濟政策上 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轉向 我覺得不只是就是說會對美國經濟帶來短期的這種刺激效果 我覺得更有意義的是看他對整個美國經濟政策的一個典範 是不是會帶來一個典範變遷的一個比較中長期的影響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加稅呢主要當然現在提出來一個理由 是為了要解決這個目前拜登政府希望推動 不管基礎建設也好環境保護也好 或者目前已經通過的這個短期紓困 但這些都只是一些短期的 拜登也提到了拜登政府也提到了就是說 希望能夠改革這個稅制當前美國稅制的一個不公平性 那這個不公平性主要是針對這個過去川普 在2017年提出的這個減稅方案 他希望矯正裡頭可能加惠富人 而沒有讓窮人受惠的這樣子一個不公平性 但我為什麼說他會對美國的這個經濟政策的一個典範 帶來長期的影響呢 因為不管是基礎建設也好 不管是目前的紓困也好 他都是一個短期的一個需要 可是短期的需要有可能 他就會慢慢演變成一個長期的一個政策 那麼短期的需要變成長期的政策 當然他就需要一個主要決策者在思想上 在信仰上的一個巨大的一個變遷 我認為這才是我看到拜登政府這個政策 他背後的一個動力 也就是說他基本上他看到了一個問題 其實美國過去這幾十年來 他的經濟不平等越來越嚴重 所以這個窮者欲窮 社會越來越不安 那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從克林頓以降呢 其實都不再走大政府的政策 都是維持一個跟共和黨比較接近的這個小政府 強調市場競爭這樣的一條路 而拜登現在要加稅 號稱是克林頓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個加稅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其實就是要回到 在60年代 70年代 那個時候民主黨的一個政策 也就是通過大的福利計畫 徹底的矯正 美國的這個經濟不平等的一個根源 我認為那個影響會是一個中長期的影響 所以等於說他未來可能變成一個價值觀上的一個轉變跟眼鏡 從這個政策上來探討 但是其實當然我們知道之前加稅案1.9兆 已經過得非常勉強 雖然說被認為是一個重大的勝利 但是呢其實當時我們說的拜登也不是沒有做出妥協 但現在還要再來一個加稅案 接下來所謂的拜登這個加稅案 有可能會被受到共和黨的大力反彈 或是他還有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阻力嗎 我覺得當然一個是民主黨內的 他能不能團結民主黨來共同捍衛他的政策 第二個當然就是在於 共和黨部分有多少人可以被他說服 我覺得因為共和黨裡頭他必然會面臨到的一個就是 川普對這個這個法案的權力的反抗反對 那川普的這個反對呢必然會激起 共和黨內很多人會追隨他 因為畢竟這個是共和小政府是共和黨傳統以來的一個路線 但是也因為川普個人的特質可能會激發 部分的共和黨人士呢 也會因此而採取不同的做法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拜登政府 他要通過他的這個加稅法案呢 我覺得他最主要能夠寄希望的 還是在於共和黨內部的一個不同人的這個轉向 好那我們再來看是中國大陸了 其實中國大陸最近在國際舞台上是平平因為人權的議題 是連番的受到抨擊而大陸的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的代表 陳旭就在人權理事會上對外反擊 他說了新疆還有香港當地的現況 同時也點名說包括美國英國澳洲這些國家 不要藉著人權的議題來干擾他國的內政 所以我們要持續請教左教授的是喔 其實針對這一次的這一次的大陸人權議題 當然各界各國都有非常多的撻伐 甚至不排除說要抵制東京 北京東奧的這個聲浪 大陸這番言論雖然說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形容 但是以這番話來說 他有標示的意味在嗎 其實我目前還看不出來 我必須要說這是大陸在人權理事會上跟西方國家的這個交鋒 針對這個不管是新疆或大陸其他的人權議題交鋒 這個已經不是第一次 最近其實就有好幾次 過去這幾年也常見 所以我沒有看到什麼很特別的現象 反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應該說是一個蠻令人沮喪的一個情況 也就是說一方面大陸在經過在人權理事會上這麼多的公開的這些說法 目前為止看起來是沒有辦法說服西方國家能夠相信大陸在新疆的各項的措施是有它的必要性 能夠讓西方國家能夠相信說大陸在新疆所做的各項措施是有遵守基本的人權規範 我想大陸在說服西方國家這個地方 我相信大陸是感覺到非常的挫折 但我想另外一方面西方國家也一定覺得非常挫折 因為不管是用輿論的壓力也好 或者已經採取的一些經濟制裁措施也好 看起來也沒有發揮任何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兩方面都會都感到非常挫折的一個情況